台北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处 在比利时皇家音乐厅 举办103年国庆酒会 中古世纪风味的酒会场地 挂上中华民国国旗 现场不仅展示国际扬名的法兰茨作品 还有台湾音乐家表演木琴 展现台湾软实力 出席酒会的500多位贵宾 包括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谭诺克 比利时国务部长及欧盟代表等 中欧盟兼比利时代表处代表董国有表示 台欧关系十分紧密 且欧盟是台湾第四大贸易伙伴 对台湾经贸具影响性 在政府今天全力推动 加入区域整合的这个进程里头 欧盟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一个区块 董国有也表示 未来代表处将致力于签订 台欧双边经贸协议和投资保障协定 让台湾成为欧盟区域的一份子 经贸交流更密切 在这里的进程中 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一份子 在这里的进程中 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一份子